母親節快到了 提醒要搭高鐵回家的民眾要注意了 為了應應母親節的返鄉人潮 五月七號到十號 高鐵規劃了為期四天的母親節書運 加開了四十五班次 並規劃三到五節的自由座車廂 週五凌晨開始搶票 為了鼓勵大學生返鄉 與家人團聚歡慶母親節 這四天除了原本就是用 大學生優惠的車次 更加碼十二個班次 實施大學生五折校輕優惠列車 提供在異鄉的學生 有更多返鄉選擇